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龙武都渔侯柴克洪是吴国名将,柴在用的儿子。 他性格沉默,好施舍,不管理自己的家产。 虽然他掌管宫中的值班警卫,但每天和兵客下棋饮酒,不曾谈论过兵法,所以当事人都认为他不是将帅之才。 到吴越国兵为常主时,柴克洪请求到镇前军队中去效力,不惜一死。 他的母亲也称赞克洪有父亲的风度,可以做大将。 他表示,如果克洪不胜任而要诸连子孙的话,愿和他一起分担他的罪过。 元宗受克洪为左五位将军,让他去救常主之围,柴克洪果然大破敌兵。 赵阔因为不懂兵法,所以才轻易谈论兵法。 柴克洪不曾谈论兵法,正是深知用兵之道。 赵阔的母亲预知兵败,柴克洪的母亲预知必胜。 他们都是从儿子的父亲来判断儿子的,真是令人惊奇啊。 知兴费的母亲 前二世时,陈胜吴广起义。 东阳经安徽天长县西北的年轻人也起兵,想立东阳令使陈英为王。 陈英的母亲说,突然得到这样高的名分是不吉利的,不如在别人属下做事儿,那样如果事儿成了可以封侯,如果事不成也不会被世人指名咒骂。 于是陈英就推举了向梁为王。 其末,刘邦起兵反秦,曾称汉王,王陵率领数千人归属刘邦。 西楚八王项羽就把王陵的母亲弄到自己的军中,软禁起来。 当王陵的使者来到时,项羽让王陵的母亲做息息,做出带他如上宾的姿态,目的是让他招降王陵。 当使者走时,王陵的母亲私下去送他,哭着对他说,我希望你替我转告王陵,要好好为汉王做事儿,汉王是个宽厚的长者。 王陵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对汉王催二喜的,说罢就用剑自杀了。 陈英的母亲知道事业的衰败,这胜过了陈胜、吴广、田恒、英部、陈希这些人。 王陵的母亲知道事业的兴盛,则胜过雅富、快通、逛高这些人。 江旭要讨贼,他的母亲催促他动身。 当时马超叛变,杀了刺史太守,江旭主张征讨他,江旭的母亲说,应当赶快出发,不要顾我。 后来马超突然进袭,抓住了江旭的母亲,他大骂马超而死,这真是深名大义啊。 在楚汉征雄胜负未定的时候,王陵的母亲就预先知道天下必属于刘邦那样的长者, 因此他唯恐王陵失掉追随刘邦的机会,自己毅然自杀,以杜绝王陵对他的牵挂。 在生死之际,能做出如此判断,真可称得上是妇女中的伪丈夫啊。 三国时,徐树之所以没能够始终服务于刘备,正是由于他的母亲掌握在曹操手里,但还活着的缘故。 假使王陵的母亲不自杀,王陵也将是徐树那样的处境啊。 美色勿国 当初书相及春秋时代晋国的大夫杨舌熙,想要娶楚国大夫深宫乌臣的女儿为妻。 他的母亲则想让他娶他的亲族。 书相说,我的母亲多,而旧家的兄弟少,我有此得到见解了。 他的母亲说,子灵及深宫乌臣的妻子下机杀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又灭亡了一个国家,使两个大夫逃亡了,这能不作为借鉴吗? 我听说很美丽的人必然有很丑恶的一面。 从前有仁氏生了个女儿,头发又密又黑很漂亮,光泽可以照出人影,被称为玄妻。 岳正后魁娶了他,生下伯丰,心地和猪一样贪得无厌,蛮横不讲道理,没有限度,人们叫他大猪。 后来有穷国的后裔灭了他,魁因此得不到祭祀,现在三代的被灭亡,公子的被费力都是美色所害,你为什么还要娶他呢? 有了特别漂亮的女人,就足以使人改变,如果不是有大德大义的人娶他,则必然会有灾祸。 书相听了这一番话很害怕,不敢娶那个女人了。 后来,晋平公强使书相娶了他,生下博石。 博石刚生下来时,书相的母亲去看他。 走到正午,一听见孩子的哭泣声就往回走,他说,这是财狼的声音,声音像狼的孩子,长大有野心,不是他,没有人会毁掉杨舍甲,他终于没去看那个孩子。 母亲的预言 汉朝有个炎炎年,当过河南太守,他为人残酷粗暴,弑杀成性,外号叫屠夫。 有一次,他的母亲从东海来看他,刚好碰见判决罪人,老人家大为惊讶,便停留在都庭,不肯进儿子的府地,并责备言言说, 老天爷有眼,人不能只是会杀人,我不想在我年老时看见壮年的儿子被判刑或处死,我要走了。 离开你回东海去,扫扫祖宗的坟地。 说完就走了,回到最后一年多,炎炎年果然获罪被杀,东海的人们没有不撑到炎炎年母亲的贤德和智慧的。 头脑清醒的伯宗期,春秋时晋国的大夫伯宗上朝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家。 他的妻子问道,里面有喜色,是什么原因啊? 他说,我在朝廷上谈话,大夫们都说我的才智像过去的杨处妇答复。 妻子答道,杨处妇华尔不识,很会说话而没有智谋,所以灾难降临到他身上,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伯宗说,那就请各位大夫来喝酒,我和他们谈话,你听听看,他们说什么吧。 妻子说,那好吧。他又说,大夫们都不如你,然而人们是不能长久容忍别人比他们强的,所以灾难必然要落到你头上,你还不赶快找个愿意保护儿子周黎的人。 伯宗听妻子的话,找到了碧阳,后来大夫们果然陷害伯宗,碧阳就送周黎到楚国去了。 当初,伯宗每次上朝,他妻子必定劝告他说, 盗贼,厌恶主人,人们怨恨在他上面的人,你好直言,必然遇到仇怨啊。 独具慧眼的嫖母 汉朝著名大将军韩信,当初还是平民百姓时,生活贫困,也没干什么好事, 曾经跟随别人在外计时,人们大都讨厌他。 他曾经在南昌亭长家计时好几个月,亭长的妻子厌烦他,于是有一天大清早,他就把饭做好,在睡觉的草垫子上偷偷吃完了。 到该吃饭时,韩信去到亭长家,他妻子不给他准备吃的。 韩信觉察到他的意思,终于永远离开了那里。 一次,韩信在城下河边钓鱼,许多老妇人也在水边漂洗衣服。 有一个老妇人看到韩信饥饿,就拿饭给他吃,结果一连几十天都是这个老妇人供他吃饭。 韩信高兴地对他说,我有朝一日,一定要重重地报答你老人家。 老妇人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欺利,我是可怜公子才给你吃的,哪里期望你报什么答呢? 后来,韩信显贵了,曾以千金筹报那位洗衣服的老妇人。 刘继、陈平当年在他们嫂子那里都不受欢迎,亭长妻子对韩信的态度又何足为怪呢? 像老妇人那样,有厚德的人世上是没有几个的。 唯一可怪的是,楚汉众多豪杰却没有一个了解韩信的。 即使是汉高祖刘邦,也不了解,只有肖像国,也是因为和他谈了话,才觉得他与众不同。 而那个老妇人却独独能在偶然相遇时赏试韩信,并在折磨困苦中给他帮助。 这真是古今第一的识别事物的眼力了。 怀银所见的《嫖母词》里有副对子,说的是, 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 句子很好,可惜慈见的太狭窄简陋,不能为那位老妇人增加光彩。 刘道真年少时,曾经在荒野捕鱼为生,他善于隐行高歌,凡听见的人没有不流连忘返的。 有个老婆婆知道他不是凡人,非常喜欢他的哥,而且杀了只小猪送给他吃。 道真吃完猪肉,完全不表示感性。 老婆婆见他没吃饱,又杀了一只小猪送给他,他吃了一半就离开了。 后来刘道真当了利布郎。 老婆婆的儿子当时是个小令使,道真就愈己任由他,这儿子不知其中的原因,去问他母亲,母亲就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个母亲和那个洗衣服的老妇人相比,也是毫无愧疾的,而道真的胸怀则要胜过韩信几倍啊。 多思善断的新献婴 杨丹的妻子新献婴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势中相当于宰相新皮的女儿,人很聪明,有才干。 当初曹丕被立位太子时曾搂着新皮的脖子问道,你知道我高兴不高兴。 新皮回家后对女儿说起这件事,献婴叹道,太子是带君王展广国家的人,代替君王的人不能不知道担心。 该忧愁的忧愁,该担心的担心,这样反而会有喜事,魏国哪能不昌盛呢? 齐王曹芳在位时,新献婴的弟弟新厂是曹爽手下的参军。 太傅司马懿策划杀曹爽,即使有人来叫新厂一起前往曹爽处。 新厂因已听到风声感到为难,献婴对弟弟说, 曹爽和太傅一起在先帝临终时受命辅佐齐王,但他独断专行,毫无节制,对王室不忠。 这次举动我估计不过就是把曹爽杀了而已。 新厂问,那么如果我不去呢? 现英说,为别人吃鞭驾车而丢下自己的事情不管是不好的。 跟这道理一样,你怎么能不去呢? 至于说到可能会死于国难,那也是君王极亲近的人应尽的责任啊。 再说,你也是跟众人一起干罢了。 新厂听了,就去参与行动,司马懿果真把曹爽杀掉了。 新厂感慨地说,如果事前没去和姐姐商量,我几乎成了不义之人。 中慧自世纪当了镇西将军后,现英曾问杨丹的侄子杨固,世纪为什么出发到西边去? 杨固说,将要讨伐蜀国了。 现英说,中慧做事总是放纵无拘束,这不是长久处在别人手下的行径,我怕他有别的志向。 到中慧出发时,他请现英的儿子杨秀当参军。 现英担心地说,别的时候,我为过世担忧,现在灾难降临到我自己家了。 打了两个喷嚏,他说,可能有人在念叨我了。 新秀坚持推辞不上任,但文帝曹批不听,现英只好对杨秀说,那就去吧,但是要提防着他。 军礼之间,唯有人爱宽恕可以帮助你。 周慧到达蜀国后果然反叛了。 杨秀遵守母亲的告诫,最后保全了明杰,回到魏国。 非凡的见识 李布侍郎攀岩在唐德总时任汉林学士,皇帝给予他的恩惠身后极其特殊。 他的妻子是大臣刘燕的女儿。 一次,有个荆兆隐因为想拜见潘岩而不得,就贿赂看门人三百匹细娟。 夫人知道这件事后,对潘岩说, 你作为一个臣下,而荆兆隐想见你一次,就得给你的奴仆送三百匹细娟,由此可见是多么危险啊。 为此,他还劝潘岩辞去官职。 潘岩的儿子孟阳刚当上户部侍郎时,夫人也十分担心害怕。 他对儿子说,以你的才能而担任侍郎的职务,我担心必然招来灾祸的。 儿子再三地向他分析说明了情况,于是夫人说, 你是否请你的同事们来聚会,让我看看他们怎么样。 于此,孟阳把所有同事都请来做客,夫人就在帘子后面观察他们。 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 他们的水平都跟你不相上下,不必为你担忧了。 夫人又问,坐在最边上的,穿浅绿色衣服的青年人是什么人? 孟阳回答说,他是不确度黄商。 夫人说,这个人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将来一定是有名的倾向。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何无忌的母亲 东晋安地时,环旋起兵篡位。 广武将军何无忌要出兵征讨, 一天夜里,他在屏风后面草拟西闻, 他的母亲登上凳子暗中偷看, 因为他的母亲的弟弟刘劳之是被环旋害死的, 他一直想要报复, 现在见儿子要征讨环旋了, 所以激动地哭了。 他对何无忌说, 你能这样做, 我还有什么可忧心的呢? 他又问何无忌是跟谁商量的, 回答说何流域, 他母亲一听更高兴了, 于是就告诉他, 环旋必然要失败, 征讨的事情必然会成功。 何无忌的母亲既是大义, 又能了解人。 慧眼时英才 唐太宗时的大臣王规, 当初隐居时和房玄龄杜如慧关系很好, 他的母亲李氏曾跟他说, 你将来必然会显贵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所交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是和他们一起来让我看看? 正好房权领等人访问他家, 李氏在暗中看到他们大为惊讶, 赶快让家人准备了酒饭款贷, 让他们尽情欢迎。 客人走后, 李氏高兴地跟王规说, 两位客人都是辅佐的人才, 你将来能显贵是毫无问题的啦。 以上说法见新唐书。 另一种方法是, 王规的妻子捡了自己的头发卖钱, 买酒时供给客人, 他暗中看到座上的几位客人都很英俊, 最后当看到其中最年轻的, 有落腮胡子的人时, 他说, 你们将来呀, 成名都依靠这个人, 最年轻的人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